古松 枯竹 属下在 宝儿他还没消息吗 这 启禀教主 属下已经派出六路人马去找少主人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太晚了 我只怕是见不到宝儿最后一位 您免了 教主 您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们要记住 一定要找到 找到宝儿 保护好罗刹牌啊 是 属下谨记在心 报 报 少主人来信了 快呈上来 快 快 小兵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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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教主治罪 教主 这刺客是黑虎堂的人 一定是飞天玉虎派来的 飞天玉虎 飞天玉虎 我就是盗阴草地谱 也不会放过你 飞天玉虎 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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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快飞 飞 飞 二兆训练你好了呀 你要我身上大队了吗 对啊 这个叫一个飞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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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好 好 开 五点小吃大赔小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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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大爷 她 您可动不得 怎么动得 这姑娘是座冰山 您可小心摔跤啊 巧了 我这个人偏偏爱爬个什么冰山雪山的 可是这冰凉雪冷的 你小心手上生冻疮 这个我知道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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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连来姑娘输了钱 心里也很难受 所以呢 我想 赔偿你 看不出 你这个人还有些良心 既然这样 我有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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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我一直在书 所以想找个地方换换手机 你肯不肯陪我一起去 没问题 可是我答应过那儿的主人 绝不带陌生人过去 所以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让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 路上不许偷看 那你 最好用厚一点的布蒙住我的眼睛 因为有时候 我会透视 我们到了 我保证这个地方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你先等着 我去和这里的主人打声招呼 马上回来 那 现在还不能看吗 对 不能看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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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小凤不敢卖弄 原来陆大侠认得我们 江湖中谁不知道西方魔教 人神共聚 还有教内左右护法 更是武功盖世 你果然有些见识 只可惜我们兄弟本事再大 也比不上陆小凤的名头响亮啊 有时候名声太大也不是件好事 名声越大麻烦就越多 就好比今天晚上 我已经是焦头烂额了 两位前辈 你们大老远的跑来 不会是来找我麻烦的吧 陆大侠多虑了 我们是专程来请少主人回昆仑山的 少主人 你们家少主人是不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公子啊 正是 那他是不是长得白白胖胖的 没错 是不是还很爱赌钱 而且赌钱的时候还喜欢找七八个美女陪着 对啊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你家少主人已经死了 陆小凤 撑死 快 افılmış 快 افと思います 快 快 小凤 marshm�' van 竿小凤 够然帐天入地 也难逃一组 他在哪里 陆大爷 请 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难道他就是你们东家 陆大爷莫怪 我可是劝过您的 小的告退了啊 你又在骗我 我不相信你会是蓝胡子 我 我当然不是蓝胡子了 我只是这里的老板娘 既然你是老板娘 那这位想必就是老板了 怎么 难道我不像吗 不 我只是有些不明白 像你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叫蓝胡子 开赌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若不吃住别人 别人就要来吃住你 所以我只好想了个特别的法子 什么法子 蓝胡子果然有一套 可你今天太不仗义了 你杀了人为什么让我来替你背黑锅 人绝对不是我杀的 我这样做呢 只是想求你办一件事情 等事情办成之后呢 我就立刻帮你洗清冤情 是什么事情 值得你如此大费周章 很简单 我想让你帮我 去找一个人 这个女人叫李霞 是我的原配夫人 我要你去找的人 就是她 你要我找李霞做什么 莫非你想把不要的女人推给我 当然不是了 我想让你去向她 讨回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 罗畅牌 我想陆大侠 也一定会知道罗畅牌的来历 我百年之后 将罗畅牌传给谁 谁就是本教的寄人教主 若有抗命不尊者 千刀万剐 独以分尸 永不鬼欲 万劫不复 半年前 有个陌生的年轻人 他在我的赌场里输了个金光 他姓玉 叫做玉天宝 后来我才知道 他就是玉罗刹的儿子 你可知道 得罪了玉罗刹的魔教 就等于得罪了阎王爷 我当然知道 所以当玉天宝 要把罗刹牌 抵押给我的时候 我本不敢接下来 可是他却非要我收下不可 并且以命相搏 我实在惹不起 所以就拿了一百万两银子 给他做毒本 他答应 他拿了银子翻本之后 再把玉牌赎回去 你知不知道 你做了一件天大的蠢事啊 是啊 我收下罗刹牌之后 真是心惊胆战 只能想尽办法 把罗刹牌收藏好了 可还是被你老婆偷走了 没错 两个月前 李霞为了我在外面 那小的事和我大吵了一架 我一怒之下 就把他休了 后来我才发现 原来是他偷走了罗刹牌 然后故意找茬和我吵架 以便能够安然脱身 没想到 我们夫妻一场 他竟如此狠毒 他明明知道丢了罗刹牌 魔教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爱之越深恨之越窃 也许他就是想要你的命 但我却并不想要他的命 我只想赶紧把那块玉牌要回来 你知道他的下落吗 不知道 李霞现在已经和他的弟弟 李神童逃得无影无踪了 李神童 不错 就是蜀中八怪之一的 风化圣李神童 这幅画就是他的手笔 这画上的其他三个女孩子又是谁 这个白衣姑娘叫陈静静 一直陪在李霞身边做丫鬟 这次她也和李霞一起失踪了 这个紫衣姑娘叫丁湘怡 是李霞的表妹 不过这个丫头疯得很 行踪飘忽不定 而且她和李霞的关系很不好 两人很少来往 那么这个穿绿衣服的女孩子呢 她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只听李霞说过 这个姑娘很小的时候 就和她失散了 江湖上 能够从魔教手中逃脱的人 实在是不多 而陆大侠就是其中一个 我保证 只要你能够帮我把罗刹牌找回来 我就彻底帮你洗脱 杀害玉天宝的罪名 我想这次你已经没得选择了 其实你没必要要挟我 我本来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可现在我只想告诉你两个字 哪两个字 再见 有些人就是天生的贱骨头 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 您老几位要喝酒要赌钱 都算我的都算我的 嘿嘿嘿嘿嘿 你的 你算个屁 酒在哪儿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来了 陆大侠 你打算从哪里开始查起呢 现在只有先找到李侠的小表妹丁香仪问问看了 陆小凤果然聪明 这样吧 你走后门出去 魔教这边我自有办法对付 各位 就算你们今天把我的赌场给拆了也没有用 我保证 只要你们暂时不去找陆小凤的麻烦 他一定会把罗刹牌找回来 如果陆小凤找不回来怎么办 陆小凤绝对不会失败 假如当今世上还有一个人能找回罗刹牌的话 那这个人就一定是陆小凤 再来就要啊 我们要看了 这真的不是什么 是 大爷 大爷 想买点什么料子啊大爷 我不买料子 我来看看腌织水粉 大爷是给夫人买的吧 那您可来对了 小店专门出售上等的腌制水粉 和外邦的香水 城里的美人用的都是我们的货 您闻闻 这么说城里的美人你都认识了 那可不 那么你肯定也认识一个叫丁香仪的姑娘了 你是说香香姑娘 她是我们这里的老主顾 可是她从来不买我们的香水 为什么 因为人家香香姑娘啊 天生就是个香荷包 不用擦香水 身上就带香味 那种香味 你一闻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看 说香香香香就来了 我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等一下啊 香香姑娘 来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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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长得不错啊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 多美得一双退啊 我实在不明白主人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 来 干什么的啊 我是来管鞋事的 呸 别的事你也敢管 有伤 干什么 大人 干什么 太好了 干什么 是 应该是你救了我 大概是吧 你有没有受伤啊 还好啊 九天十地 诸神诸魔 好像都在保护我 以前听人说我还不信 今天我才知道 陆小凤果然是陆小凤 没人伤得了你 原来你知道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你在找李侠 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 我本来还打算 打算用谎话来骗我是不是 行了 你不用跟我兜圈子 我告诉你啊 李侠已经回老屋去了 老屋 它是蜀中的一座小镇 也就是我们的老家 既然这样 那我们走吧 我们去哪儿 去老屋 我为什么要和你去老屋啊 因为你本来就要回老屋啊 谁说的 眼看就要入冬了 你要是不打算回蜀中 为什么要买这么清凉的衣服 讨厌 偷看人家东西 这么说 你必须要找到罗刹牌喽 不错 如果找不回罗刹牌 我就要替别人背一辈子黑锅了 嗯 这也不一定嘛 不见得只有蓝胡子才知道 是谁杀了羽天宝 怎么 难道你也知道 哼 说不定啊 我看你是在拿我寻开心吧 不 我没有开玩笑 其实我也想要罗刹牌 你要罗刹牌干什么 我要罗刹牌 是因为我最近知道了一个秘密 魔教教主玉罗刹 已经报病死了 玉罗刹死了 这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 只要是人就都有这一天 现在魔教密不发丧 是因为玉罗刹在创教之初 定过一条天魔玉律 我百年之后将罗刹牌传给谁 谁就是本教的继任教主 若有抗命不尊者 千刀万剐 独以分尸 永夺鬼域 万劫不负 根据玉罗刹生前定下的天魔玉律 明年正月初期 魔教长老都将齐聚昆仑山的大光明镜 到时候谁拥有罗刹牌 谁就将继承教主之位 您让我很惊讶 这些事情你是从哪知道的 如果我告诉你 我是黑虎堂旗下白鸽堂的堂主 你会不会惊讶 黑虎堂作风毒辣 旗下黄犬 灰狼 白鸽三个分堂 更是无所不能 没想到你竟是飞天玉虎的人 没错 黄犬主追踪 灰狼主搏杀 而我的白鸽堂则专门负责刺探消息 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惊讶了 还有什么吃惊的消息 最好一次都说出来 好吧 我实话告诉你 我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得到罗刹牌 想必你也知道 黑虎堂和魔教有不共戴天之仇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飞天玉虎和玉罗刹是死对头 现在玉罗刹已死 魔教群龙无首 正是我们趁虚而入的大好时机 而且我还得到可靠的消息 李霞已经约了山西的富商贾乐山 在腊月初八这天到老屋谈生意 看来他是准备把罗刹牌卖给贾乐山了 我现在有了一个计划想请你帮忙 最近想请我帮忙的人好像特别多 季卫大爷 快请坐快请坐 来 坐这儿 累坏了吧 来 来 喝点热茶 来 慢慢喝 来 喝点热茶 好 谢谢啊 谢谢老板娘 至于大爷呀 我们山沟小店粗茶淡饭的 您可别嫌弃 您想吃点什么呢 不麻烦了 老板娘 我们自己带来吃的东西 炊具和餐具也有 只想见你家的造诣用 银子嘛 我可以照付 要是客人都像您这样 那可就好了 新老二 带人下去做饭 可以吃饭了 来来来来来 饿坏了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多吃点啊 吃饱了 好赶路啊 是 各位大爷 慢慢吃 多吃 多吃 来 擦擦汗吧 来 擦擦汗 谢谢啊 老板娘 你过来 来 吃菜吃菜 大爷有什么吩咐啊 大爷有什么吩咐啊 老板娘 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 这味道 我怎么好像在京城也闻到过 你是黑虎堂的人吧 小狐狸精 弟兄们 把他抓起来 抛手 鸭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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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二 你这个 叛徒 我帮你拿到了罗刹牌 那么谁来帮我洗清冤情呢 这个你放心 只要你帮我从李霞手里 拿到罗刹牌 我保证帮你查出凶手 洗脱冤情 对于我们白鸽堂来说 这不是件困难的事 此话倒是不解啊 但是以你们白鸽堂的身手 完全不用再找我帮忙 我 你别乱动啊 你不了解李霞他这个人啊 简直比狐狸还狡猾 你慢点 别动啊 所以 别人根本对付不了他 只有你去才最合适 因为你是啊 聪明的猎人 哇 你瞧瞧你这个样子啊 跟假的山一样 是出了名的大色狼 老爷 咱们到了 信朗儿 奴才在 老爷有什么吩咐 货不离马 人不离户 招子擦亮点 遵命 我去见李霞 你们小心行事 是 我去见李霞 你们小心行事 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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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本神通借个光 你要想见到李霞 得掀过我那个封表弟 李神通这一光 你好 你好 我抓到你了 你跑不掉了 我可知道你是谁 你骗不了我 哈哈 这位贤弟 你在说什么呀 你少装了 我知道你呀 你就是 贾 乐 山 对不对 哈哈 我猜对了 这位贤弟 真是好眼力啊 贾酒 我们去玩吧 玩什么 偏酒单双骰子 啊 我们就玩骰子吧 神通哥哥 这位贾大爷不是来陪你玩的 是来找人的 静静 你来了 这位是贾大爷吗 陈静静 是李霞的贴身丫鬟 你要特别小心 好 贾大爷 夫人让我来接你 请随我来吧 嗯 哼 夫人 他走了 什么 李霞走了 我千里迢迢来找他 他怎么倒走了 啊 贾大爷 贾大爷见谅 夫人就因为知道您要来 所以才走的 这算什么意思 夫人没有要得罪您的意思 只是他暂时还不能和您见面 为什么 因为夫人说了 明天才是腊月初八 到时候他自然会回来 另外夫人还说 希望贾大爷把款子备好了 到时候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哼 好 贾某是个爽快人 今天看在陈姑娘的面子上 就不追究了 不过 明天要是还见不到她的话 可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人哪 我先走了 来 贾兄 贤弟 走 我带你去看一下好东西 好 来来来 来 看 贤弟 酒缸啊 玉皇大帝上给我的大酒缸 来来来 贤弟 你又说笑 世上哪有这么大的酒缸啊 我还骗你不成 来来 玩玩 好酒 是女儿红啊 我没骗你吧 好酒 在睡了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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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天帝 你画画总是一样两幅吗 对啊 一公一母 母都送姐姐 公都送姐夫 找到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画的像 以前我们又没见过 吓死你 上次你派来的那个密室哥哥 跟我说过你的长相 然后呢 我就照他说的画下来了 难怪你被称为天下第一神童啊 可这次你画的根本不像我 哪点不像 你看吧 我最讨厌戴帽子 你怎么给我画了一顶绿帽子 这顶绿帽子嘛 是姐姐让我给你加上的 是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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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这么黑 姑娘当心上错了床啊 贾大爷还没睡啊 我还没问 陈姑娘怎么有雅兴来串门呢 夫人让我来验货 验货不能等到天亮 夫人就是这个怪脾气 我也没办法 我的脾气也很怪 我现在也想验货 你也想验货 对 我想验你的货 怎么回事 我回去了 急什么呀 货还没有验呢 不 货已经验完了 验完了 对 夫人让我验的 就是贾大爷的后背 原来是这样 你想知道 我后背这块伤疤是怎么来的吗 不想知道 这块疤 是丁香仪用狗皮给我做的 是丁香仪用狗皮给我做的 你 你怎么没走啊 我呀不是没走 是又回来了 你回来做什么 你回来做什么 给贾大爷送早餐啊 今天是腊月初八 所以啊应该吃腊八粥 这又是你家夫人的意思 不 这是我的意思 陈姑娘 今晚你们夫人不会又不在吧 交代请放心 夫人她不会食言的 其实我倒觉得 在这里多待几日也没关系 只要你能天天陪着我 静静啊 你没有必要怕我 我没办法不怕你 谁都知道你是只狼 狼 狼有什么可怕的 尤其是我这种狼从不咬人 只喜欢被人咬 我不信 不信 不信 不信你就咬我试一下 坏蛋 走走走 屋里有什么 你见到鬼了 没什么 我们先去吃饭吧 大爷快进来呀 农家等你好久了 既然你房里有客人 那我就不便打扰了 干什么 静静啊你别误会啊 误会奴婢可不敢 你没说错 你不会咬人 但是你喜欢女人咬你 贾大爷我忘告诉你了 夫人说了 今晚天黑前 她在赌房等你 过时不后 开心吗 开心 我好久都没这么开心了 喂你要是再这么胡闹 我可就不玩了 别生气嘛 我这样配合你 臣静静就不会怀疑你咯 静静本来就没有怀疑我 叫得还挺亲哪 你忘了我说的话了吗 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女人 用不着你提醒 我自有分寸 反正今天晚上 我就能拿到罗刹牌了 你要小心啊 李侠说不定还会耍花招的 你瞧 装的被你毁了 过来啊 神啊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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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招金龙抬头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姐姐夸你呢 哦 贤弟 你姐姐在这里 姐姐在这里 你姐姐在酒缸里 嘴头 可这缸里都是酒 除非这缸下面另有洞天 哎哟 您可真是聪明 快请进吧 去吧 你就是李侠 是我 您就是贾乐山 不错 正是贾某 早就听说贾乐山是条老狐狸 可是你怎么一点都不老啊 哦 因为我有一种可以使男人保持青春的法子 什么办法 女人 哈哈哈哈 贾大爷真会说笑话 我想贾大爷也许还不认识 这位就是黑虎堂旗下黄犬堂的聂堂主 在下聂小泉 幸会 幸会 聂堂主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贾大爷有所不知 聂堂主是奉非天御虎之命来买挪刹牌的 非天御虎 笑话 罗刹牌不是已经答应卖给我了吗 贾老板 你这话就不对了 罗刹牌卖给谁不卖给谁又不是你说了算 聂小泉 看来你是要和我贾某争一争喽 没错 这罗刹牌我们黑虎堂吃定了 两位大爷 你们啊别动肝火 上了河就可不好 不过呢 这个罗刹牌它只有一块 我也不知道该买谁好 我看这样吧 今天啊就看您二位谁带的金字多 这罗刹牌就卖给谁 好 这样公平合理 好 既然夫人这样说了 那咱们就君子一言 刺马难追 下去过过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夫人两边都是十五个箱子 而且都装了三十万两 都只三十万两 这事可就难办了呀 这事不难办 叶堂主此话怎讲啊 夫人 其实今天我一共带了三十一万五千两 这罗刹牌该卖给谁 应该很清楚了吧 叶堂主 你好厉害呀 叶堂主 甲大爷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总不会你的身上也背的金字吧 不 我带的金字全都在你眼前了 既然这样 那么我就宣布了 这罗刹牌就卖给 甲大爷了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 叶堂主 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刚才说好的 谁带的金字多 罗刹牌就归谁 是啊 甲大爷带的金字 就是比你的多呀 不错 夫人果真好眼力 虽然我的箱子里只装了三十万两金子 但是呢 我这些装金字的箱子 也都是黄金做的 所以 我这次一共整整带了三十五万两黄金 你真是只老狐狸呀 比起夫人来还是差了一点 叶堂主 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幸假的 别得意的太早 哼 这就是罗刹牌 嗯 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块这样的玉牌了 贾大爷明天就要走吗 难得来一次何不多住几日 哼 不必了 我怕夜长梦多 你怎么啦 我怀疑你根本不是黑虎堂的人 白鸽堂堂堂堂主 说得对 他当然不是白鸽堂的堂主 怎么你们认识 贾老板 难道你看不出来 这个贱女人不但天生水性羊花 而且还是个说谎的披子 实际上 她是我们总堂主飞天玉虎的小妾 她说的都是真的 贾老板 快把玉牌交出来吧 这个贱女人我也要带走 向总堂主交差 你说的这两件事我都不会答应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原来你也知道我这个脾气啊 来人 给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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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走 快走 快走 站住 快 快 快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啊 陆小枫 把罗刹牌交出来 可免你一死 陆小枫你疯了 我没疯 这玉牌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的确是假的 本教的上午乃千年古玉之身 那是刀斧难断 怎么可能一摔就碎呢 李侠做事狡猾多端 今晚的玉牌来得太容易 我就猜到这其中一定有诈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假玉牌买回来呢 依照李侠的脾气 他一定会把罗刹牌 藏到一个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如果我不把假的玉牌买走 那么真的就永远不会浮出水面 陆小凤 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计划了 不错 只要前辈能信得过我 我一定能找到真的罗刹牌 好 可是本教大典在即 我只能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内 你能把本教的圣武罗刹牌找回来 以前的事 我可以替你求情 但如果到时你叫不出来的话 我就 我知道 否则的话 九天十地 诸神诸魔 你一定会让我死得很难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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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卸妆啊 再不给我卸妆 我连自己长什么样子 我都快忘了 请 你呀 你乖不乖呀 乖哦 那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我带你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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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什么 李霞的遗物 遗物 可笑吗 我平时恨透了李霞 想不到他死了 我会这样的伤心 你并不是因为李霞的死而伤心对吗 我们小姐们一共四人 除了我之外 陈静静还有香香 都是李霞收养的孤儿 你不就是香香吗 那时他们都叫我丁丁 香香是另外一个女孩 也许我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香字 所以我们最亲近 比亲姐妹还要亲 后来香香和我们失散了 怎么会失散了 那要问李霞 那时候我们还小 李霞为了给弟弟治病 竟然把香香卖到了妓院 李霞这辈子眼中只有两样东西 那就是钱和他的宝贝弟弟 他抚养我们 教我们本事 是为了当他的摇钱术 这个狠心的女人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所以我离开李霞 投奔到黑虎堂下 在这以后 你又被飞天玉虎看中 成了他的小妾 当时我心里只有两个念头 一定要嫁给一个 最有本事的男人 然后再找到香香妹妹 西方一遇 北方一遇 飞天玉虎能与西方玉罗刹抗衡 的确算得上很有本事 他不但有本事 而且更是男人中的男人 可他对我不好 纵使神龙见首不见尾 有时候一个月都不回来 我猜他外面一定有女人 所以 所以你也耐不住寂寞 有了别的男人 所以你这次来抢罗刹牌 就是想帮你的男人 当上谋教教主 对吗 可是 他真的值得你冒 这么大的风险 他值得 明白了 那后来你找到香香了吗 没有 我没勇气去找他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有一天 飞天玉虎无意间告诉我 当年他曾血洗银雀山庄 杀了银鸟子方玉飞一家老小 这件事我也有耳闻 好像在那场血雨腥风之后 黑虎堂就霸占了整个蜀中的地盘 可是这与你找香香有什么关系 因为香香的父亲 就是银鸟的方玉飞 哦 原来是这样 你说 如果我见到香香 我该怎么解释呢 那他要我告诉他 是我丈夫造的孽 杀了他全家 让他成为孤儿吗 不过他一定不会原谅我 一定不会原谅我 成了飞天玉虎的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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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我的手帕 啊 这当然是你的手帕了 我刚从你的身上取出来的 这手帕不能用的 嗯 手帕不能用 难道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上面画了画的 哦 画的什么让我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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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 警官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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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不高兮 那我还是走了 是什么好地方 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 可这里全是酒啊 但酒里却有好东西 来 这是什么 钥匙 有什么用啊 他能帮我们找到罗刹牌 你是说罗刹牌就在这下面 这个手印呢 是李侠琳死前留下的 所以在这青石的下面 一定有个秘密 可是不对啊 这大青石至少也有三四千斤中 李侠怎么可能把它放在下面 而且也就算在下面 谁也拿不出来啊 御膳其事先例其计 李侠早把办法想好了 我叫你把他们放在下面 我讲完了 做了三十多空 那么又就是 什么东西 还有你 娘 我叫你 我叫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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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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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